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我是整个京城最大的笑话,我的阿爹是当朝丞相,权倾朝野,是人机仰慕他,赞他冒比攀安,足智多谋,从头发撕到脚后跟,无一处瑕疵,只是赞过,又总会叹息一声。 这么好的相爷,天天有个傻女儿,仿佛我林明珠的存在玷污了阿爹的完美,好在阿爹从不会这么想,每回我听了旁人的风言风语,总是很愧疚,阿爹,明珠傻,明珠不好,她总是揉着我的脑袋安慰我,明珠不是傻,明珠只是永远活在最纯真的六岁,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除了阿爹,就数陪层对我最好,她会带我扎风筝,不嫌我手笨踪也弄不好,会教我背诗,即使我今天背下,明天又忘了,会认真换我明珠,会将那些换我傻子的人记下,一一报复回去。 她还会告诉我,明珠是全京城最美的姑娘,等明珠吉吉,就来做我府上的女主人,可好,我问过爹爹后知道了女主人的意思,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盼着长大,可就在吉吉前一天,我的妹妹林梦贤让我陪她去庙里还愿,本只是很普通的出行,谁知竟遇上了盗匪。 盗匪挟持了林梦贤,让裴层用自己去换,我紧紧拉着裴层的手,我很害怕,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我下意识地不想让她过去,怕她受到伤害,可裴层突然疯了一样甩开我,而我被甩到马车上,磕得头破血流。 失去意识前,我看到裴层大步向盗匪冲去,同时她愤怒的声音传入耳中。 林明珠,你怎么如此恶毒,那可是你亲妹妹,你竟阻拦我,就她,她的话语将我的心扎得千疮百孔。 我发不出声音,只能在心底无声辩解。 不是的,我是怕你受伤,而且妹妹她不喜欢我,她说我是个傻子,凭什么做她姐姐?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卧房床上,因祸得福,我混沌多年的脑子开始继续运行。 我再不是那个永远停留在六岁的林明珠了,只是我还没和人说这件事,毕竟要对别人说出黑,你知道吗? 我现在居然不是傻子了,这样的话,实在太尴尬了。 所以我决定,还是等他们自己发现,给他们一个惊喜吧。 惊喜是真的很惊喜,不过不是给别人,是给我的。 我半躺在床上,额头上的纱布还在渗血。 此时,我的未婚夫和妹妹结伴前来探望我,这很合理。 但是,他们借着袖口的遮掩,在旗下食指相扣的手,就不太合理了吧。 裴岑和林梦贤这举动让我有点伤心,但不多。 毕竟我还是个傻子时,就已和裴岑结成婚约。 那等于傻子林明珠和裴岑很相配。 如今我已经不是傻子,她自然就配不上我了,只是我很无奈。 此时,两人就赶在我面前这般明目张胆,那以前呢? 我闭上眼,脑子里开始播放从前的记忆。 许多我以前看不懂的细节浮出水面。 比如,裴岑带我砸风筝,第二天那个风筝就出现在林梦贤的手上。 傻姐姐,你看这风筝,谁做得不要紧,要紧的是风筝现在哪里? 是吧,她笑得像只狡猾的狐狸。 而从前但凡听到有人说我傻,一定会发作的裴岑,却对林梦贤的话充耳不闻。 再有,林梦贤叫我陪她还愿时,我本不愿去,是裴岑劝过我。 明珠,梦贤她毕竟是你妹妹,你怎么对她这么冷漠? 那时的我被裴岑厌恶的眼神吓到,怕她觉得我是冷血之人,下意识答应了林梦贤,却换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 我叹了口气,以前我对裴岑那般在意,不过是因为她对我好罢了。 现在我才发现,便是她对我的好也是假的。 既如此,我不会对她再有半分留恋。 傻姐姐,我好心来看你,你怎么闭着眼不理会我,你不理我没关系,可是岑哥哥毕竟是你的未婚夫,你这样对她也太无理了。 林梦贤的话免礼藏真,面上却一派惬意,仿若一朵盛是白脸绽放。 若是从前,我肯定是会卑微地和裴岑解释,岑哥哥,不是的,我只是有些难受,你不要生气,但是现在吗? 一个当着未婚妻的面就能和小姨妹勾勾搭搭的烂白菜,当谁稀罕呢? 我不屑地翻个白眼,懒得搭理,我就不理了。 还有裴岑,你之前说的不对,我抬起白玉般的手指,朝着林梦贤点了点。 她可不是我亲妹妹,不过是寄养在我家的表了几道弯的表亲罢了。 母亲去世前可怜她,劝父亲将她认作养女,谁知她竟能舔着脸给自个儿性改了,非要冒充我亲妹呢? 我看着林梦贤脸色刷一下变白,她苦苦隐瞒的秘密就这样轻易被我揭露。 阿爹心疼我,我的屋舍是乡府里最大最宽敞的,此时屋子里满是伺候我的下人。 如今我这话,屋内众人听得清清楚楚,人多口杂,说不准哪天,全京城的人就都知道了。 相辅二小姐,不过是个鼠点望祖的寄生虫。 我又指了指陪层,至于你妈,以后也别以我未婚夫的名义自居了。 你想和我邻家结亲,没问题,这个与未来姐夫勾勾搭搭的小贱货,我家送你了,聘礼也不要,白送,你多赚哪,陪层的目光呆滞了。 我以前从未这般态度和她说过话,像是一时接受不了,不过没关系,我会让她尽快习惯的。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用力甩开林梦贤的手,朝我辩解着,不是的,明珠,我爱的一直是你,你不要误会。 我哪里能看得上她,便是她主动投怀送抱,也只是作妾,我还未说话,便听林梦贤尖叫起来。 陪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和我说的,什么作妾,你明明说会想法子,让我做正妻。 你说林明珠一个傻子,根本配不上你,我冷笑着,瞧瞧,你的美切不同意你说的话呢,不过,你既敢同意,想必是真有这般打算。 我说,该不会是觉得我这个傻子好糊弄,去回去想个隐蔽的法子,慢慢弄死了,再以思念我的名义,取林梦,闲进门吧,陪层脸上血色尽湿,明珠,你,你不傻了。 是啊,我不傻了,老天垂帘让我不再受你蒙蔽,否则不出几年,我怕要成肿中枯骨。 我说话时,定定地看着门口的身影,阿爹不知何时来了,正满面铁青地看着二人。 世子贵人是盲,我灵府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请回吧,勿要打扰小女养病。 阿爹的声音冷若冰霜,冻得众人瑟瑟发抖。 陪层颤抖回头,见到我爹的那刻他身形亮呛,语气也慌乱起来。 林世伯,我与明珠不过闹了些小矛盾,我和他好好解释便是了,他的眼神满是恐惧与哀求。 以前我不懂,现在我却知道,陪层这般费尽心思,接近我这个傻子是为何。 皆因皇帝年过四十,雀子似单薄。 仅有一位并若犹斯随时可能厌弃的皇子在侧。 而陪层身为皇帝亲帝之子,若是皇子一招去了,他与他的堂兄弟们皆有继位的资格。 所以他不惜委屈自己来巴结我这个傻子。 只盼若真有那天,阿爹能站在他那边。 他却不懂,我一个傻女,能坐上王妃的宝座,以示天性。 皇后之位,便是给我,我配吗? 若他当真娶了我,除非皇室中人死个精光,否则,我阿爹是绝不会让他继位的。 我摇摇头,感叹南里王府一大家子,真是鱼不可及,这么浅显的道理,竟无一人懂。 回过神来,却见阿爹对陪层这一副无赖行径气怒,什么矛盾。 你将举与心思打在我家明珠身上,想要害他的命,这叫小矛盾。 我阿爹平日最是冷静自持,今日难得发这般脾气,你们一个个地愣着做什么,还不将他丢出去。 由得他在这里污了小姐耳朵,陪层却挣扎着不愿离去,他知道今日若是离去,往后再想登相府的门却是难了。 由其如今皇帝整日只知求仙问药,一切政务皆由我阿爹着手。 南里王府虽是皇家,得罪了我阿爹,却也讨不了好。 他思索间,挣扎更剧烈起来,用力扒拉住桌角床檐。 林相,求您给小侄一个机会,让我和明珠好声解释,明珠,明珠,你听我解释,我是爱你的,明珠。 重视从雀游步的他,将他一路拖行出去,更有机灵的,寻了破抹布将他嘴堵上,不多时整个院子便清静下来。 阿爹瞪我一眼,缓缓坐下,不傻了。 阿爹,明珠现在可聪明了,什么时候好的,就是三天前刚醒的时候,我黑黑笑着。 阿爹脸上一冷,三天前就好了,却一直不告诉爹,我看着阿爹脸上蓬勃的怒意,忙解释起来。 阿爹,女儿想说,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眼见阿爹脸上怒意不散,我赶忙倒打一耙,所以阿爹你为什么三天了都没发现,你是不是不在意我了? 阿爹,所以一点都不关注我,阿爹笑了,戳戳我的额头,你这丫头,还责怪起爹爹来了? 我们这边调笑着,乌角阴暗处,林梦贤却满脸愤恨地看着这边。 她的眼神令我不适,我皱皱眉,你当我做什么? 阿爹头也不回,去,背顶轿子,趁着天色未黑,把二小姐送南里王府去,记得多请几个人,一路敲锣打鼓送去,林梦贤在顾步地怒视我,她一声跪到地上。 父亲,女儿知错了,求您不要把我送去做妾,我痴笑一声,不做妾你想做妻啊。 可惜陪侧那边好像不大看得上你,林梦贤只惜航向阿爹,不住磕头哀求着,父亲,姨母走时,嘱咐您养我长大。 如今,我还未及鸡,您便要气了我,姨母在地下得知,得有多心疼啊,她不提娘亲还好,一提起,我爹更气了,你不必再抬出夫人来压我。 我夫人最是名礼,若是知道她劝我收了个白眼狼,害明珠受这么多苦,不值得多自责,你日后也莫要换我父亲,你不过是夫人表亲的女儿,血脉拐了几道弯,且你如此恶毒心性。 我可生不出这般女儿,我见阿爹气得眼眶都红了,赶忙吩咐人将林梦贤拉下去,还不赶紧地给她送走。 对了,府里的东西不许她带走一样,头上拆环给我拔了,零罗扒了,当初一身不一,来,今天一身不一,滚吧。 我讨好地看着阿爹,女儿小气,阿爹罚我吧,阿爹知我在逗她,狠给面子地笑起来,罚什么? 明珠最是纯真心性,再次见到林梦贤已是三日后。 她被南里王府拒之门外,林府又回不得,竟就这般窝在那顶轿子里,饿得头昏眼花。 今日,我却不是特意来看她笑话的,登这南里王府的大门,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吩咐丫鬟蒲丛将搜罗的几筐烂菜叶子,筒筒砸到南里王府的大门上。 都卖了些,谁砸得最多,最准,回府有赏,眼见观众越聚越多,王府大门却紧闭着,不曾开启,直到宽阔的府门前,满地污秽。 就连看门的石狮子都不可避免被砸了几片烂菜叶后,里面的缩头乌龟终于不再躲了。 裴纯身着柿子巢符,看着人母狗样,不复当日被仆从拖着硬生生丢出临府大门的狼狈模样。 明珠,你今日登门可是为商议婚期,我被裴纯的厚脸皮逗笑了。 顾布的手脏,抓起一把烂菜叶劈头砸在他脸上。 裴纯,你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呢?你的美妾在府门口等着,我这几大筐烂菜叶给你丢着,你觉得我是来找你旅行婚约的? 我戳了戳侧脑,裴纯你脑子没病吧?是不是那天被我家仆丢出去时磕坏了脑子? 我随手捏出个银钉砸他身上,这几十两是给你治脑子的,堂堂柿子,这么愚蠢可不行。 围观的众人文言纷纷哄笑起来。 裴纯俊脸仗的通红,明珠,有事咱们禁府说,你为我留些面子,日后你嫁进来,咱们夫妻也不至于伤了和气。 我白眼一飞,当着她的面,取出婚约契书展示给众人看。 我与裴纯定亲后,这畜生竟在背地里勾搭我小妹,两人有了首尾,今日我来,便是为了解除婚约,两手翻飞尖,气书被我撕得粉碎。 裴纯顿时心痛道,明珠,是林梦贤那件人勾引我,我之前是被她迷惑,其实我心里一直只有你啊,还不带我骂什么。 人群中便有个身着银甲的将军挤出来,那人磕着瓜子,僵壳用力吐在裴层靴子上。 呸呸,我说你这人,能要点脸吗?人姑娘都说看不上你了,你还厚着脸皮飞说人家爱你。 跟你好,谁家喜欢人是请人吃烂菜叶子的呀,还有你说你被人勾引? 你不乐意,人姑娘还能霸王硬上功不成,她上下瞄了裴纯两眼,轻蔑极了,或者你是个辣枪头。 看着人高马大,实则连姑娘家的力气都比不过,裴纯面对我时唯唯诺诺,此时面对旁人却是重拳出击。 你却是何人?这是南里王府,其实你这小角色能来撒野的地方。 赢甲将军抬头看了严府门扁额。 或,还真是王府,她身子一抖,笑看着我,我好怕呀,这位小姐,我这可是为你出头,你会保护我吧? 我被逗乐了,一时嘴馋,从她手上抓走半捧瓜子,当然,你尽管帮我给这赖提狗骂服了,本小姐照得住你,那你可听好了,夕阳夕下,一场骂战以赢甲将军全胜结束。 陪曾被骂得面如土色,摇摇欲坠。 我带着众仆妇准备明金收兵,突然看到林梦贤藏身的小叫,又转身走回战场。 陪曾,你这是看不起我林府啊,我林府交扬长大的女儿,你勾搭了,我们大度,未曾计较,如今我们将人送上门。 你南里王府竟连门都不让人进,我欣赏着陪曾难堪的模样,威胁他,今日你们若还不将人耐进去,我阿爹怕是得去找陛下平平礼了,其实哪用去找陛下? 陪曾被我林府仆从丢出门去的第二天,尚在京中的几位王爷便蚕食了南里王府好大的利益,更是收集罪证, 打算把南里王府赶出京呢?有皇位调着,各家王府本就是竞争关系。 如今,没我阿爹护着,这一家子蠢人,在其他王爷们的手里可讨不了好。 陪曾门颜色缩下,还是指挥仆从把扮昏迷的林梦贤从教中抬进府了。 我抬脚,将几个空菜筐朝他踹去,这几个便当是他的嫁妆了,我知道我大方,你们也不用谢我,顺带极自然地指挥起南里王府的仆从,赶紧地拿进去啊,愣着干什么,看到真有那迷糊的,把那脏兮兮的空菜筐子抬进去。 我拍拍手,这才满意地准备回去,我却不是对林梦贤发了什么善心,只是觉得他就这么轻易地死了,有些便宜他,进了南里王府,好好受些搓磨,不更有趣吗? 马车行出不远,一只骨节分明地手撩起我的帘子。 我往外看去,郑宇方才帮我骂人的将军眼神对个正着。 刚才只顾欣赏陪曾狼狈的模样,未曾多加留意旁人,如今才发现这位镜长的这般好模样,见眉心目。 鼻梁高挺,蜜色的肌肤,含笑的双目,好一个英姿勃发的美少年。 我感叹我以前还是见识太少,这不比裴岑那娘叽叽的模样好看多了。 小姐说要护着我,怎么自己就走了,美少年雨带忧怨地问我。 这样一张脸好想,天天能看到啊。 用哄她的话语脱口而出,我可能不那么能护得住你,不过若是你随我回府,我阿爹肯定能护住你。 清了清嗓子,我尽量自然地把话说出口。 一旁的仆妇们已是满脸亥然,只恨不能来捂我的嘴。 不可呀,小姐,您这样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可怎生是好? 是啊,小姐,哪有随便把街上的陌生男子带回家去的? 我瞪了众人一眼,不陌生,刚一起骂过人的,转头期盼地看着他。 你呢? 要同我回去吗? 美少年文言大笑起来,小姐真是与众不同,不过我还有事,就先不去你府上了。 我名沈殿,下次有缘再见。 沈殿说完打马就走,我聊起帘子冲她的背影喊着,我是林明珠,别等有缘了。 你哪天有空就来府上找我吧? 林相府,你随便问问就能找到路,你要忙什么事啊? 不如让我爹爹帮你办了,你就便捅我回家吧。 沈殿挺拔的身姿突然亮枪了下,有些慌乱的催马走了。 我很失望,还以为今天就能把人拐回家去呢。 自脑子恢复后,我对身边的一切都感觉很是新鲜。 眼见今日天色不错,带了一众仆丛,出门闲逛。 到了京城最富盛名的茶楼里,刚落座,便听停封后传来声音。 南里王府的事你听说了吗? 当然,现在满京城谁还不知道啊。 哎,这南里王府还真是缺德呀。 那沈将军骂人又没骂错,背信弃义,建议思迁。 哪一点错了,骗他们不敢与临府为敌,撕下礼敬卡西北军的粮草,真是缺德呀。 我提起裙摆,两下绕到屏风后,你们说什么? 南里王府为南沈将军? 哪位沈将军,聊天的几人想来认识我,急热切地开口为我解答,便是西北军小将沈殿将军, 这次来京是为西北军讨要粮草的,也是前段十日帮小姐骂人的那位。 裴岑这类皮狗居然敢欺负美少年,这还了得。 我手一挥,回府,好在爹爹此时正在书房,我一把推开门进去。 明珠,什么事这么着急? 门也不敲,阿爹,陪子那狗东西太过分了,他居然敢欺负沈殿。 阿爹脸上和煦的笑意消失不见,脸色一下冷了下来。 哦,哪个是沈殿,就是您未来女婿啊,沈殿沈将军,西北军那边的,你就知道这么多? 我摇摇头,也不是,我还知道他骂人特厉害。 阿爹被我气笑了,你连人家年岁几何,家族情况,父母家风都不清楚,就敢说是我未来女婿,我一下子不服气了,我还知道他长得特好看,是吗? 你以前还喜欢过裴岑,警钟人也说那裴岑是难得的美男子。 阿爹,这不一样,再说了,我以前才不喜欢陪沈,是因为除了阿爹,就只有他对我好,愿意陪我玩,我没得选。 阿爹顿时心疼起来,叹息一声,摸了摸我的头,明珠受苦了。 阿爹帮你就是,不过你刚退了亲,经中本就流言蜚语不断,你切不可再满嘴把沈殿叫做未来夫婿, 懂吗?我却根本不在乎旁人口舌,只顾摇着袖子催他,知道了,阿爹,那你赶紧地帮帮忙呀,你这丫头,明天之前铁定给你办好,阿爹的权位多高,办事效率多快,我当晚就知道了。 我正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呢,却见床边一个黑影闪过,吓得我一个机灵,再无睡意。 喜鹊,喜鹊,我抖着嗓子用微弱的声音换着职业压缓。 别喊了,那丫头早睡熟了,熟悉的声音驱赶走了巨翼,我一下子把蒙住头的被子拉下来。 是你,沈殿扬了羊手上的拎的瓜子和小酒坛子,是我,这不连夜给你送谢礼来了。 我连忙将东西接过,低头才发现自己止着了中医。 抱过衣服躲进床帘里匆忙穿好,掀开帘子才发现沈殿被对床站的板正。 我松了口气,哼,除开业探归房这一点,勉强还算是个正人君子。 你怎么还没走啊,沈殿转过身,指了纸谢礼,人穷,买了这些就没钱吃饭了,盼着和你一起吃了甜甜肚子呢。 哈哈哈哈,我笑起来,行,那就给你这个机会,我正打算拆开包装纸,突然想起来, 你怎么进来的,他指了纸天花板,飞的,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怎么,想见识下,可以见识下。 不如你带我飞屋檐上去,咱们边看星星边唠嗑,他走过来拉住我腰,三两下带我从窗口翻出,飞上了屋顶。 我心脏狂跳,差点惊得叫出声来,好在死死地捂住嘴巴,方才没惊扰到巡逻的家丁。 我们沐浴星光,磕大磕大,在屋顶吐了一圈瓜子壳。 粮草的事儿办妥了,妥了,不愧是林相,我去互不见天地蹲着,事情也办不下来,林相不过传句话,那些人争着抢着给我办,他虽是在夸阿爹,我心里却总觉得不大舒服。 那些官员,一个个见人下菜碟,连军粮都敢卡,从未想过若无边军守卫疆土,他们如何能在京中歌舞声停,沈殿的声音也低沉下来。 是啊,我们在边疆浴血。 他们在京中变响浮华,他说着,拎起酒壶喝了一大口。 我顿时急眼,你干嘛,那是我喝过的,沈殿的脸瞬间红了,提着酒壶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他的耳朵渐渐染上了飞色,我的脸也开始发烫,一时两人都不再开口。 好一阵,沈殿方才打破平静,等我家大将军给我寄了银子,我再给你买一壶来。 行,我想了想,沈殿好像很是缺钱的样子,你真的穷的饭都吃不起了,那也没有,还是吃得起的,只是炖炖馒头,有些没滋没味,我看着他好看的眉眼,顿时心疼起来,这样一张脸如果饿瘦了可怎么好。 那不如我们去厨房拿点东西吃,我怕他抵触,忙补了句,我和你一起,拿自家东西。 好啊,他揉着咕噜作响的肚子,没有菜,有几个馒头也不错,一路鬼鬼祟祟到了厨房,一顿饭找。 厨柜里有厨娘酱好明天要做的鸡和一些菜果,只可惜都是生的。 我不死心又翻了一圈,急得团团转。 沈殿第一次来我家,难道要让他饿着肚子走吗? 沈殿安抚我,你别急,好看的手从菜果筐里剪出几个果子,用水冲了冲。 这些生吃也是可以的,看他大口大口吃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嘴馋起来。 拿起一个啃了一口,色得我一下丢在地上。 这,这怎么吃啊? 沈殿捡起地上滚了一圈的果子,将沾染的灰尘冲洗掉,也不嫌弃上面还有我的牙印,几口吞下肚去。 他冲我笑起来,在我们边军,将士们有这些吃就很开心了,这果子虽然滋味不好,填饱肚子却是一流。 我一时沉默了,在开口时声音,阴雅。 可是昨日我看阿爹批的折子,给边军的军粮里分明有肉,有米,有面,不说顿顿如此,至少一月能好生吃上几回。 沈殿叹息一声,林相是个好官。 这大楚朝,不是他撑着,早就分崩离析了,可是朝中并不是人人都如林相一般,层层刻扣下,边军能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他为我抹去眼泪,你哭什么呀,之前南里王世子那般颠倒黑白,也未见你如此,你的气势呢,我不再哭了,泪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看着他郑重保证。 沈殿,我会想办法,会同阿爹一起努力,早日让将士们吃上肉食,沈殿的眼神前所未有地柔和起来。 好,我信你,沈殿在军粮下发的第二日,便随着一起回西北去了。 而我突然有了人生目标,在不四纲清醒时,那般游手好闲。 杨阿爹为我寻了先生,又整日泡在阿爹的书房里翻看着。 就这般过了三月,我以将字认权,又读了许多书,我还未曾觉得累。 阿爹先着急了,怕我把自己看成个不通事事的呆子。 有下属给他出了主意,他便请了说书人和戏班子来府上,又让人把书房锁住。 明珠啊,阿爹今天有急事不在府上,这说书人和戏班子来都来了,你就好生去看看。 听听,别浪费了银子,阿爹一番好意,我自不会拒绝,想着正好认真休息一天。 这些戏排得也很好,很对我的胃口。 我看到戏台上女皇商赚得万贯家财,修桥补路,资助孩童。 看到身披金甲的女将军开疆剔土,保家为国。 看到女子男扮女装考取状元,将一众男儿踩在脚下。 我心中万丈豪情升腾而起,却又有些疑惑。 既然可以有女皇商,女将军,女状元。 我看向皇宫的方向,仿佛透过重重巫舍看到那昏溃的,日日只值十金丹,修道法的皇帝。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有女皇帝呢? 若是做了皇帝,整顿励志会更名正言顺吧。 我再故步地看戏,奔向书房,抄起石块砸开门上的锁,埋头翻找起来。 三天后,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将几本史书揣在怀里,连忙让人摆饭。 吃饱喝足后,我看着爹爹忧心忡忡的模样,宽慰道。 阿爹,您别担心,女儿找到想要的了。 我翻开史书上折角的那几页,一一纸给她看,纵观下来便能总结出几个字。 地崩。 后临朝称志,我直视阿爹的眼睛,阿爹,我要进宫,当皇后,太后,女帝,啪哒,阿爹手中的史书砸在了地上。 我在八月最好的天气里,十二台大叫入了宫。 得益于我提前给皇帝送了位得道高人,助他修行。 皇帝接了盖头,便急匆匆赶着回去打坐,连和锦酒都没来得及喝,洞房子也是没有的。 我让喜鹊给我拆了凤冠,发际,镜子睡下了。 太后早逝,这宫里没有需要我要拜见的人,我一觉睡到日上三杆才起。 刚醒来便见喜鹊抱来一只鸽子。 我拆下鸽子腿上的竹筒,取出封在里面的纸条来。 是审殿送来的信,问的是皇帝封我为后的消息是否为真。 我提起笔,却不知该怎样回答。 索性就不答了,只和他说起我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这不一去京郊,却正好撞见南里王府的人抢买明田。 上前理论时,那些人看我身着不衣并不放在眼里,竟还派人驱赶我。 我回府后便写了折子批他们,以我爹的名义发下去了。 如今那些人正在大牢里蹲着呢,只是陪曾那一夹子还没能拿下,不过也快了。 信的末尾,我说,审殿,我现在身份不同了,才能更快实现我对你的许诺。 这也算是变相的回答吧。 宫中日子寄聊,毕竟整个皇宫里,正经主子也就皇帝,皇子和我三个。 我与皇帝只在掀盖头时见过一面。 至于小皇子,我倒是去见过几趟,吩咐人好生照顾着他。 不过,背地里我也有在皇室宗亲中挑选侍灵的孩子做备选。 而皇帝的那些妃嫔们早在皇帝求先问道数年不入后宫时,便没了争斗的心思。 再加上,我身是摆在这儿,一个个乖觉得很,我干脆连他们请安都免了。 在宫殿后院里披了几块田地,耕种起来。 日子如流水,在我的田地收到第三茶时,我在朝堂积蓄的力量已足够,有些东西也可以碰一碰了。 我第一次主动去找皇帝。 陛下,前些十日阿爹抱病在身,正物堆积如山,臣妾见您正在修行的紧要关头,便没有前来打扰,自行处理了。 臣妾不该干政,金特来请罪。 我说着,打开身后喜鹊捧着的朱漆小盒,里面装着我前些十日搜罗来的金丹。 皇帝果然没在意我干政的事,眼里只有那颗泛着光泽的金丹。 皇后为朕修行着想,何错之有,这金丹,从何得来? 快拿来给朕,是白云冠里那位云游的老神仙遗留,妾耗费许多,方才从他的子孙手中买下。 近日罪得皇帝重视的张天师傅须点头,却是师兄的手笔,得到肯定后,皇帝第一时间将丹药服下。 我见状不再打扰,那臣妾先告退了,只是傅锦年老体弱,日后弱势报仰。 孔慧一物朝政,皇帝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以后再有事,你处理,便是,前段时间,你不也没理出乱子吗? 当天,我便堂而皇之地将奏折搬进了我的凤义宫。 起初朝臣们还会斥我聘机私沉。 我笑了,干脆把政务放下,去后院多开了两块地,同时阿爹也开始报病告假。 事情堆积在那里,总要有人处理。 竟有人闹到了皇帝面前,要求皇帝出面理政。 去的时候,不凑巧,皇帝正跟着张天师打坐呢。 张天师一句,俗误扰人,长此以往恐会坏了修行,皇帝二话不说,便把那人砍了头,一问得知我父报病,干脆下了圣旨命我理政。 有了圣旨在手,再有朝臣指责,我也不再留守。 就这么和朝臣来往了几轮,朝堂里空了许多位置,我直接拿自己人顶上。 其余的人,在开口说话前,也终于学会看我脸色了。 没了人和我闹堂,我一下子闲了许多。 这么一算,自从那次起,沈殿再没给我写过信了。 不管我去了多少信,都如石沉大海。 好在,如今我有了让他不得不回信的理由。 沈小将军,前日我给西北军的军粮比大前年你来时, 我阿爹批的又多了两成,却不知你能收到多少,我想选些人替我巡查天下,整顿励志, 却不知沈将军可愿为其中之一,意料之外的。 这次还是没有回信,不过人倒是来了。 我脱腮看着眼前的少年,几年未见,竟比出狱时更好看了。 堂堂皇后,偷溜出宫与外臣见面好似不妥吧,沈殿话语里带着脾气。 我眯眼笑着,有何不妥,沈将军不知吗? 我呀,从前是个傻子,那些教条规矩,我统统没学过。 更何况,私下面见皇后的沈将军也好不到哪去吧? 沈将军这般聪慧,那些规矩难道也没学过吗? 沈殿气劫,皇后有命,沈殿不敢不从。 我拖着声音嗷了一声,凑上前去揪住她领子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眼见她回过神来正要发怒,我盲取过圣旨色她手上。 本皇后突然想讲一讲规矩,这便回宫了,回了宫里我一夜好眠。 第二日晨起,喜鹊手忙脚乱滴溜着三五只鸽子来了。 小姐,你自己看吧,我将竹筒一个个取下。 男女瘦瘦不亲,明珠,你可一点都不规矩。 哟,昨天还叫我皇后呢,亲了一口又叫回明珠了。 亲了我得负责,那可是我初吻,我有些懵,也没亲她小嘴啊,这也算初吻。 这就要负责,她不会是碰瓷吧? 我将纸条铝顺,一张张收入匣子里。 李智告诉我这些烧了最好,情感上我又舍不得。 若是被人发现了,那只能请皇帝早些飞升成仙了。 皇帝确实飞升了,还是在众目睽睽下。 这位昏溃的帝王,十来年不理朝政,难得发下圣旨。 竟是自觉修行圆满,召集经中个大臣及家眷,观他白日飞升。 他盘坐于高台上,面带西记地服下张天师前几日炼出的计量翻倍的毒丸子。 留下一句,大皇子年幼,往后便由皇后垂帘听证, 沈国障协同辅证,众臣功默念,朕飞升去也, 随后口鼻一写,再无生机。 我拿帕子擦去他脸上的鲜血,恭送皇上飞升。 可笑的是,台下众人皆知他是被毒死的。 但所有人都学着我的话,跪拜余地高呼,恭送皇上飞升。 先帝这人吧,活着的时候没什么用,死了倒是引起一番,风起云涌来。 我命人传出消息,说是小皇子病重不省人事,怕是撑不到三日后的登基大典。 皇后已经命人连夜将小皇子的堂兄弟们的名册资料送进凤义宫了。 消息一出,原本凝成一股绳, 抑郁从我和阿爹手中奋全的王爷们便恢复了从前一盘散沙的模样。 便是有人心里清楚这不过诱饵, 但在皇位的诱惑下,旁人都已乱了心对你出手, 你便是清醒又能如何。 这种时候,清醒反而是罪。 第二日,南里王提拔上来的一个小玉石, 便把忙着串联众兄弟。 劝他们不要中我奸计的清澄王的各类罪证摆上了我的案头。 人虽然是南里王提拔的, 事儿却是我指使的。 毕竟比起收买人心, 南里王府如今一家穷鬼, 哪里比得上我? 但我却没忙着处置, 只将清澄王一家软禁在王府。 而我在忙什么呢? 我忙着今日照见这家王府的小柿子, 宝喜不喜欢伯娘。 你进宫陪伯娘住, 让伯娘给你做母亲好不好, 明日忙着将另一家王妃照进宫。 王妃啊, 你儿子和我堂妹正当年, 咱们虽是轴礼, 但他们年轻人又可另算嘛, 你觉得我堂妹如何? 可要让他们相看相看, 就这般四处拱火。 几家王府起先还知道悠着点, 后面起了真火, 就差打出狗脑子了。 其中最先出局的便是南里王府那一家子蠢货。 恶计斑斑, 罪证写满了整整两张折子, 请求将他们治罪的臣子跪满了宫门口。 我自然不会放过, 玉碧珠批判了个夺绝流放。 在他们一家出京之日, 正逢审殿回京述职。 我带着墓里挽着她的手走在街头, 氛围正好呢, 却听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 不, 我不走, 明珠不会流放我的, 她舍不得这般对我, 我循着声音看去。 却见裴岑一身求一, 带着脚料艰难挣扎, 一边撕扯自己的头发, 一边绝望嘶吼。 一旁的官差拖不动她, 取过鞭子便抽了上去。 你这个疯子, 皇后娘娘的名讳是你能叫的吗? 多用点力气, 抽晕了拖走就是, 鞭子打在她身上站出片片血花, 一个孱弱的身影突然扑到她身上, 为她挡住鞭子。 求你们, 不要打她, 她是个疯子, 你们何必与一个疯子计较呢? 放过她吧, 求求你们, 我定睛一看, 却是林梦贤。 这真是, 我一直以为她看上的是南里王府的权势, 却没想到她对裴岑竟是真爱啊。 官差们见识她, 竟真停了手, 想来还是忌惮她曾经的身份吧。 毕竟我和阿爹态度虽然不好, 但也从没正式说过与她断绝关系的话。 而且她与我有微弱的血缘关系, 也是不争的事实。 裴岑却不领情, 反恶狠狠掐住她脖子, 目自欲裂道, 我不是疯子, 我才不是, 我与明珠两情相悦, 那时她即便傻了, 我也喜欢她, 是你勾引我, 你这个贱人, 眼见林梦贤眼睛翻白快要没了, 裴岑猛地松开手。 明珠, 你出来呀, 出来呀, 我愿意去流放, 只求你让我再见你一面。 明珠, 我好想你呀。 她哀嚎着, 突然往城楼攀去。 我却在懒得理会, 牵住审殿的手, 往远处的面人摊走去。 我打算捏两个我们的面人, 带回宫里完。 转身的那刻, 身后有重物坠地的声音, 随即是林梦贤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叹了口气, 吩咐喜鹊安排下去。 劳作和流放都是她该的, 只别让她死了, 保她一命, 我也算对得起母亲的嘱托了。 只不知对林梦贤而言, 曾经交养长大的小姐, 往后须得日日劳作, 才能保证生存。 她怕是会恨不得当初能死在流放路上吧。 一个月后, 各家王府料理得差不多了, 我将青城王府一家放了出来。 她家其实早已投靠了我, 之前的软禁不过保护罢了。 小皇帝顺利登基, 我成了太后。 日子过得和当皇后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除了某个夜闯归房的人调职来了京城, 我每天晚上得接待她, 早上会起得比从前略晚些。 三年后, 小皇帝禅位于我, 这比我的计划早了四年。 不过没办法, 在晚上几个月, 肚子大了, 穿龙袍就不好看了。 好在有沈殿领了京郊大营的兵马 在城中溜达半月, 登基时的阻力比我想象中小了许多。 尤其在沈殿深夜领兵敲了某位保皇太家的门, 硬生生与那六十来岁的老头聊了半夜人生后, 朝中再无一人赶碎嘴。 一片祥和的氛围中, 我闺女出生了。 我直接下指封她为皇太女。 没办法, 某人被我生孩子的惨状吓到了, 哭着说再不要生了。 在我哄了几趟, 表示我很想多要几个孩子后, 还哭唧唧威胁我, 你敢怀, 怀了以后再不许上我床。 我看着那张脸, 眼角因为哭泣染上了一抹红, 比起往日笑着的模样更有一番别样的风味。 忍不住凑过去亲了两口, 听皇夫的, 以后再不生了, 反正咱们有这一个能继承皇位也就够了, 沈殿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闺女三岁时, 沈殿回了一趟西北军看望往日弟兄, 之后又带我巡视了各路边军。 回来的时候, 他紧紧地搂着我, 许久才说, 明珠, 你答应的事做到了, 弟兄们都吃上肉了, 在这京城里, 有许多老学就会骂你女子为地有为天道, 但在边军, 大家只知你让他们吃上了肉, 吃上了米, 也不用再穿着破烂的盔甲上战场, 大家提起你都说你是好皇帝, 怕你能长命百岁, 我翻身将他压在身下, 啄了两下, 看他脸上样起浅浅红韵, 你是怕我会因那些酸腐老头的话伤感, 我才不会呢, 而且不止边军夸我, 我们哪次微服出宫, 百姓不是说我们好的, 沈殿一用力, 占据了上风, 铺天盖地地稳落下来, 我最好的陛下, 还请专心些。